说运动竞技,马来西亚有羽毛球 说商业竞技,Grab就是马来西亚的名片 大家好,我是包子,帮你找到更多的面包 这期视频的主角正是来自马来西亚年轻高手所研发的造车应用程序Grab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回顾Grab称霸东南亚的成功之道 截至2019年10月,Grab平均每秒钟就产生75笔订单 每日处理的打车订单数超过了600万个 随着公司宣布获得来自日本软银14亿美元的融资 目前,Grab的估值已经超过140亿美元 不到10年间,就达到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规模 是东南亚历史上第一间石角收公司 要说Grab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创始人陈炳耀 Anthony Dunn 1983年,陈炳耀在马来西亚出生了 陈炳耀运气很好,出生于汽车世家 曾祖父做过出租车司机 在新马两地都做很大的成畅公司 是日产汽车在马来西亚的生产商几分销商 就是他祖父陈月火创办的 来到他爸爸这一代,陈炳耀汽车已经发展成为汽车代理的王国 而他的父亲陈信周,顺理成章成为马来西亚的超级富豪 陈炳耀是实实在在的含着金汤匙出生 作为豪门第三代,从小养尊处由着他 其实根本不必从零开始经营Grab 就可以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 但他与生俱来的企业家精神 还是被一位哈佛商学院同学给不小心激发了出来 当时他的朋友从哈佛商学院到他家过寒假 打了一辆出租车,结果被骗了 朋友非常生气,向他抱怨 为什么不在这一行干点事情 这件事引起了陈炳耀的思考 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陈慧玲 对于本地计程车的恶名招账也十分不满 父母甚至因为担心他会遭到抢劫或抢奸 所以一直不同意他乘坐出租车 两人对创业一拍即合 很快就拟定出一份有关利用手机应用软件的商业计划 该应用可以把乘客和德式司机直接联系起来 不但节省乘客的时间和金钱 德式司机也不必到处乱斗找大客 还有助于通过客户评估提高德式的服务质量 因为计划足够吸引眼球 该应用软件在哈佛2011年的创业商业计划大赛中 赢得了基金,斩获了1万美元 陈炳耀隔年就顺势在家乡马来西亚 推出了My Taxi,也就是Grad的前身 堂堂一个富三代,要临起点做一门以前都没见过的生意 自然接到了来自家族的100个不同意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家族业务 在马来西亚制造和销售日系汽车 成立自己的公司 会被这个以服从为荣的家族看作是公开的叛逆 陈炳耀的父亲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求 而且威胁要将他从巨额家族财产继承人中出名 陈炳耀想到早年只会讲福建话的祖父辈 在当地没有朋友家人的支持 却依然可以创造庞大企业帝国 陈炳耀决意要在创业路上继续前行 而母亲也成了Grad的首位投资人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严格管控 在马来西亚开展德式服务并不容易 但是家族企业毕竟在马来西亚生根了60多年 几代掌门人都是和政府交情匪浅的那都 丰富人脉资源 可以助力陈炳耀对应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 他们已经输掉一次 我们将让他们再输一次 2016年7月 在中国轿车软体龙头滴滴出行 并购Uber在中国的业务与资产后 陈炳耀在一封给内部同仁的公开信中 直接与Uber交证 时间快转来到2018年的3月 经过和Uber长达几年的厮杀 Grab实现了两年前的承诺 成为这场东南亚电招车大战的胜利方 Uber宣布把东南亚业务出售给Grab 用于换取Grab27.5%的股份 以及Uber在Grab董事会的一个席位 究竟Grab有何本事 能以小虾米之姿 战胜比自己估值大上10倍的大惊于Uber 让Uber甘心退出东南亚市场 Grab能在创业初期 在东南亚市场站稳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Grab最初的策略 即是跟计程车合作 此时Uber与私家车起步的电招车生意 已经侵蚀了计程车的大部分市场 政府对于来自计程车司机的抗议也倍感压力 所以Grab的出现就成了计程车司机的救命稻草 同时也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 Grab的成功是多么的顺其自然 报告指出 Grab司机每小时赚取的平均收入 比一般司机多出32% 若分析个别市场 马来西亚的Grab司机 和一般司机的平均收入差距为48% 当然我对于这个数目还是保持怀疑 因为这毕竟是两年前的数据 目前网络上也找不到更新的数据 如果你是Grab司机 欢迎你在留言区 对这个数字急于指正 Grab采用了超级本土化策略 针对不同的地区开发出不同的服务 例如在越南的机车GrabBike 在印尼的三轮机车GrabBajai 缅甸的GrabTombin 泰国的GrabTooks 和柬埔寨的GrabRemote 可以说市场上似乎并非只有一款GrabApp 而是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GrabApp 除了交通工具 在支付车支的方法 Grab也是尽可能的贴近民情 几年前 东南亚的数位金融仍在发展阶段 大多数人都没有行动支付的基础 在印尼、菲律宾和越南 更是有超过50%的人 都没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 所以Grab的车支加入了现金支付的支付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 Grab是第一个允许用户 使用现金交易的网络交车平台 这一点是Uber很久之后才反映过来的 迎合当地的消费特性 成功为Grab再下一层 将Uber赶出东南亚市场 坐稳地头蛇的位置 然而 有限的打车市场 已经满足不了Grab的雄心壮志 如今 Grab已经从轿车服务应用 发展成为日常超级应用 从各个方面与消费者互动 并提供食品运送 数字支付 金融服务 甚至是车载医疗服务 研究表明 于2018年6月推出的Grab Pay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的成交总额排名第一 成为东南亚电子钱包市场的领头羊 Grab以Everyday Everything 作为理念 将方便的服务 触及消费者的日常 已经成为月活用户 达到了65%的日常超级App 可以肯定的是 Grab已经成为东南亚快速发展的 数字经济的关键领行者和加速器 现在 Grab 远然已经从东南亚的Uber 进化成东南亚的阿里巴巴 如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大马精英 马来西亚对陈炳耀或许已经是过趋势 2014年 陈炳耀向当时马来西亚政府控制的国库控股基金 Kazana 提出了投资建议 以便扩充MyTaxi的企业版图计划 当年的Kazana 拒绝了投资MyTaxi 但新加坡政府股权基金The Masic 却会也是英雄 投资了1000万美元 给这家来自马来西亚的企业 同年MyTaxi把总部迁往新加坡 也更名为Grab 2017年 陈炳耀取得了新加坡国籍 或许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损失最严重的人才流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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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按钻 母的�头 你得到的是我 按钻 慢慢按 это o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